重温经典,一股间经 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诗篇的最后一个章节 积水之急,至于飘尸者,是也 至鸟之急,至于悔辙者,结也 是故善战者,其是险,其结短 是如锅弩,结如发迹 意思就是湍积的水 之所以能够将巨石冲走 是借住了水势 而鹰顺,迅飞扑猛,以至于将鸟雀补伤 这是他靠掌握发动的时机和距离 所以善于打仗用兵的人呢 他的兵士是迅猛的 他的节奏是短促的 险军的兵士就像是张满的弓弩 短促的节奏就像是触发的弩击一样 在这里关键讲的是 其是险,其结短 是险和结短就是把握 节短,关键 短就是近,距离近,时间短 视险呢,就累积的势能最大,力量最大 节短呢,是释放的能量的距离最短 时间最短 那就能够命中,而且有较大的杀伤力 李全的注解啊,最得本质 叫,使不急则不远 使不近则不重 如果你射箭的力量不够大,键速不够快,你就输不远 但是如果你离目标不够近,你就打不动 善射者不靠百步穿羊 我们从小就听那些百步穿羊的故事啊 兵法,就告诉你不要指望什么百步穿羊 要十步以外来去射波及 那样才能射中射穿 就像是猎豹妈妈从小叫猎豹去猎羊羊的时候 不能在百步之外发动嘴疾 要悄悄的摸到五步之内 然后从草丛中一跃而起 最重要的是一扑,就能扑到他 一下子没有扑到他一跑 你就不一定追得上了 我们再回到孙子说说的 善战者无志明,无永功,胜于亦胜者也 善战者都是没有智慧的名气 没有赫赫战功 因为他打得上都很容易嘛 所以真正的善射者也没有什么百步穿羊的眉名 因为他都是摸到猎豫眼皮底下再去打他 不懂的人就认为啊 这不算本事 比如经常有人说 水柱一年打三个亿的广告 买那个脑白金 这算什么本事啊 如果我有三个亿打广告 我比他干的还好 那你没问人家那三个亿怎么来的呀 天上掉下来的吗 那当然不是 给你三个亿你真的会干吗 也许也未必 视线和阶段是我们设计任何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 就是前期准备策划要很充分 最后邓手的事要很少很简单很有效 最怕说一个方案 说了两小时还没说完 那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 然后这边怎么样 那边怎么样 就像一个巨大的交响乐 少了一个乐者都不行 最后这个事肯定都不好 概率是代代小 我们要把一张弓拉的满 然后摸到猎物眼皮底下 射出致命一击 这样就要一站而定 击就要一发而中 所有的功夫都在研究这一击 蓄集这一击的能量 打磨这一击的箭头 选择这一击的时间和地铁 而不是乱箭齐发 因为击是险 其解短这一击 必须保证命中 而且只需要摄一箭 而乱箭齐发不仅摄不中 一大堆人 每人一支箭 你还花好多钱 花好多精力 这就是孙子冰法的一贯思想 勇还是窃 而不是人的问题 是事的问题 原文叫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看似混乱却有条不紊 昏昏顿顿是阵容很完整 无邪可及 找到了注解叫 惊其乱也 势敌若乱 以惊苦其志 车技抓而行远者 出路有道 其整夜 这一段讲的都是动敌 让敌人感觉 我很混乱 很弱小 很胆怯 实际上我很奇震 很强大 很有感 纷纷就是 惊其翻转的样子 云云呢 是士族之貌 纷纷云云 斗若而不可乱也 意思就是 惊其翻转 一和一离 士族进退 或来或往 看上去乱乱糟糟糟 但实际上法令严明 执责清晰 各有分数 饶而不乱 曹桑说 士敌若乱 金骨其志 这更有一层意思 就是让敌人远远看到 我们金鸡杂乱 实际上我们悄悄的 有金骨之身 来进行指挥 敌方是听不见的 王熙的注解叫 将 与内鸣而外暗 内智而外混 所以 士敌以轻疾者也 总之呢 就是为了欺骗敌人 红昏顿顿 行缘而不可败也 这讲的是正法 杜佑的注解叫 红昏是车轮 转动的样子 顿顿呢 是物足奔驰的样子 就是车和人 走路的样子 其行 纵横 缘而不方 直取 各有所应 就是怎么行缘而不可败呢 杜牧一用的沃齐文当中 有一句解释 说前面说的皇帝兵法 就是四为阵 四为鸡 鱼鸡为沃 先出游军 定两端 这叫阵术有九 中心有零 大将沃只不动 一致四面八成 就军队一共换为九个部分 四个部分为阵兵 打仗的时候呢 先开出去 四个部分为鸡兵 预备队 看战事的发展变化 关键的时候投入战斗 还有一个呢叫领口 叫卧兵 卧在主帅手里是不动的 孙子兵法后面有一句 叫不动如山 这个主帅不能动啊 主帅一动 往前就是胜利 战斗结束 往后就是全军亏换 所以就算敌人杀到主帅面前 把那个卧兵啊 上去抵挡 主帅都是不能动的 旌旗是不能倒的 特别是那个帅旗是更不能倒的 主帅一动 帅旗一倒 人心就倒了 大家都逃了 当然逃 该逃的时候也得逃啊 先出游军定两端 就是部阵的意思啊 游军各出旗 各个部队的旗帜 先定地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在军队当中那些标兵 就定地界的军队 哪支部队站哪 游军插上旗帜 然后定好地界 各部队在各自旗帜下 各就各位 四位阵 四位阶 这就是传说中的八阵图 不是诸葛亮的发明 他手上是皇帝和他的大将 封后又叫封后八阵兵法图 卧纪文又叫封后卧纪文 孙子的拥兵思想也是继承了封后的思想 后来诸葛亮的八阵图 包括唐太宗 还编成大兴歌舞剧 叫秦王 破阵越武 原形都是封后八阵图 据今天应该有四千五百多年历史 乱胜于智 切胜于勇 弱胜于强 曹操的注解叫 皆回行逆侵猎 就是假装给敌人看 隐藏我自己军队的实情 让他看见乱 其实那叫智 让他看见切 其实是勇 让他看见弱 其实是强 乱胜于智 要军队非常军纪严命才可以 才能做到表面乱造造 实际上井井有条 切胜于勇 要超出一般的勇敢 才能假装败退去吸引敌人 弱胜于强 要有超凡的实力 才能示弱 让敌人倾逃来攻 所以智乱树也 勇窃 誓也 强弱行也 智还是乱 是分数的问题 分数在诗篇当中 第一句其实就讲过了 就反智重如智 分数是也 分就是分别 数是人数 讲的就是组织架构 不屈 行物 一个部队分别是多少人 是勇还是窃 这是兵士的问题 所谓趋势人一战 如果我们把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 趋势的去作战 那他怎么能勇敢呢 那就 至于死敌而后生 不战就得死 在这个形势逼迫之下 就每个人都变成了亡名图了 那怎么让兵士勇敢呢 喊心就让他们背水一战 所以 是勇还是窃 也不是人的问题 是士的问题 强弱呢 是一个士行的问题 刘邦派使者去看 匈奴 莫独 莫独给他看的 全是绕落兵材 人是劳弱兵材 马也是劳弱兵材 于是刘邦就上当了 结果30万大军 在拜登被莫独给包围 差点回不来 所以最后的总结呢 叫故善动敌者 行之 敌必从之 与之 敌必取之 以利动之 以足代之 所以 意思就是 善于调动敌人的人 那不论向对方展示出什么样的军行 敌人总是听从的 给予敌人一点点好处 一点点小力 敌人就会来夺取 用小力去诱惑敌人 再用强劲的勿竹去对付他 所以 责人认识啊 就是弃是 敌是 应是 故善战者求知于是 不择于人 故能责人而认识 认识者 其战人也 诸转目是 目是之心 安则静 微则动 方则止 原则行 故善战人之事 如 转于原始 与千人之煽者 是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行事逼人强啊 俗话说 胜负之道在于怎么造势 这得主体自己去研究 而不求于下面的人 什么事没干好 你不能骂下面的人不行啊 执行力太差什么的 或者强逼着下面的人去干 是你自己没有安排好 即便是人不行 也是你自己没有选对人嘛 所以叫善战者求 知于是 不择于人 故能责人而人事 最好的领导者啊 求知于是 不要责怪下面的人 能够造好事 选对人 这很重要 督目的主节叫 善战者先量 不兵事 然后量人之财 随短长以人之 不责怪 说下面人不成器 就是在对的地方 用对的人 地方不对 人不对 都是领导者 自己不对 战力就是什么 给大家讲个例子 就是曹操 那个锦囊妙记的故事 曹操 去讨伐张鲁 在汉中这个地区 留了张辽 里点月静 这个七千多个人 去守那个合肥 临行前呢 给护军 血涕留了一个信封 说敌人来了 再打开 曹操大军理乱 没多久啊 孙权就 摔十万人来去 打合肥 这个地方 四位大将 赶紧去把信封打开 里面写了 如果孙权来 张力 二将军出战 岳将军守 护军不要出战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张辽懂了 他说 陈相啊 出征在外 如果等他来救 我们陈已经破了 陈相这是叫我们 趁他的兵势为贺 先给他一下 折其威势 然后回首 胜败之机 再次一举 于是 里点和张辽 两员猛将 趁着孙权 立足卫文 立刻出战 果然踏破孙权 吴军夺气 气势没了 张力 二将再 回到城中守备 守城啊 那些士兵 心安气盛 孙权挨了一拳 再重新收拾军队 再来攻城 攻了十天 打不下 自己就退了 孙权的评论 叫兵者贵刀意 合肥之手啊 故军五言 如果专任勇者 则好战生患 专任妾者 则巨星难保 且比众我寡 他人多 必有惰性 我以亡命之师 基他贪惰之足 其事必胜 胜而后守 则必顾矣 所以曹操杂选武力 曾以一同 士 志而应 一切 如他神迹妙算 李诗明的大将 李静就说 兵有三事 气势 帝势 和英势 气势是什么 气势就是你内心强大 然后别人也认为你强大 李静说 将轻敌 士乐战 至 立青云 尔等 飘风 为之气势 这叫在战略上 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 重视敌人 气壮山河 就果然会有山河一般的力量 我们在平时工作 谈判都有体会 关键就是气势 气势就是权力 如果别人看见你 先让你三分 你就先赚了三分 有些明星耍大派 明明是无力取闹 别人也就认了 这就是屈服于他的气势 马克图文 有一本小说 百万英镑 拆着百万英镑的支票 就可以到处爱吃爱喝 这也是气势 气势不是虚的 气势是实的 是实力积累出来的 虚张声势也不是装出来的 就比如那个百万英镑的气势 关键在于百万英镑的支票是真的 如果你是假的呢 那你气势就起不来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 都能体会到自己气势的变化 那真不是虚的 越成功 社会越认合你 你的气势越大 所向披靡 你做事情就会越顺 气势 一是实力 做底 那叫底气 有底气 气势才上得来嘛 然后呢 就是别人得认 被你的气势压倒 压不倒 那就还得较量较量 什么是地势呢 李静说 观山下路 扬长狗门 一副手指千副不过 为之地势 天时地利人和 地势呢 就是战经地利 这是你的王牌 你有一张王牌抓在手上 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谁也没有办法跟你抗衡 你如何能得到这张王牌呢 就是看 谁也没有看到他价值的时候 你先把这块地给占了 那个第一只在那 就像那个牌一直在那 谁摸到是谁的 关键是你得知道那张牌是王牌啊 就像诸葛亮石的接庭 接庭就是王牌 这就是帝势 接庭在 帝势就在 接庭没了 帝势也就没了 帝势没了 你怎么打都没有用 所以只能往后退 第三叫英式 英式就是英人之士 根据对方的事来英式立岛 毕竟说英敌怠慢 劳逸即可 前蝇未舍 后军半计 未知英式 前面说到曹操的警当妙计就知道 孙权来的人多 人多的必然要利用人多的优势嘛 先到的必然心态上 就等着大部队到齐了再动手 他利用这个兵士 趁他前蝇未舍 前面先投部队 还没有安顿 好 后军半计 后面的军队还没有到棋 先给他来个迎头动机 让他的棋士被打下去 我军的棋士就忘了 所以英式就是重横百合 百合就是开一盒 一开一盒 交动敌方 根据对方的兵士变化 随时痛起对方 任士者其战人也 狗转牧师 牧师之兴 安则静 威则动 方则止 原则行 任士朝着的诸解叫 任自然式 顺其自然 就是你要先设计好自然 把对的人放到对的地方 那一切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你就把任当木头 石头好了 他的性情是固定的 头之安地则安 头之危地则危 那个木头石头 自己是不会毁避的 描述的注解叫 木石重物 一以势动 难以立 那个大树啊 大石头 你想要靠力量去搬弄它 你根本搬不动 但如果你把它放到山顶上 利用山势 而不是蛮力 你轻轻一推 它就会雷霆万军的滚下去 军队呢 也一样 三军之重也可以 施战不可历史 自然之道也 韩信破招之战 他把一万人的军队 背水列阵 面对敌人二十万 人人殊死作战 为什么 因为韩信是任势 而不是责人 那个势就是 退后只有四路一条 你只能往前跟敌人拼命 肥水之战 肃坚摔百万之重 对 进军八万 所以后退者战 但是也挡不住士兵的逃亡 因为那个士是有如可逃嘛 人人都夺路而逃 当官的来斩 你斩再怎么斩 你也没有来的敌人斩的多呀 为什么打包围战 通常都要留一面给敌人逃跑呢 那也是造势 不要让他有殊死作战的那个士 让他有逃命的士 这才能让他在逃跑的时候 歼灭他 而不用跟他拼命 杀敌一千 自顺八百 逃跑的时候呢 路线上再去埋伏一支骑兵 那就完美了 故善战人之士 如转原始 与千人之山者事也 诗篇的最后分子总结 叫什么是士啊 什么是士 就像在一千日那么高的山 推下来一颗圆的石头 谁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在中学物理学过士的那个词啊 就是等于 MGH嘛 乘以对吧 士能等于MGH 就是士能等于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乘以高度嘛 山上的原始都有它的士能 就等于它的重量乘以山的高度 如果石头从山上滚下来 士能就会转化成动能 动能是多少 我们学过的啊 二分之一MV平方嘛 对吧 二分之一质量成于速度的平方 山有多高 石头有多重 速度有多快 你谁也挡不过 动物的注解叫 转 石与千人之山 不可恶之者 在山 而不在师 战人有百胜之勇 强弱一贯者 在士 而不在人 石头滚下来有多大力量 不在于石头有多重 而在于山有多高 士兵 士勇士气 也不在于他的性格 主要你把它 放在什么位置 什么形式上 王熙的注解叫 石头自己不会转 因为山势才不可遏制 战斗呢 也不能强求旺盛 因为兵势 不是你强求得来的 所以善战者 认识不认人 认识而后责任 把对的人 放到对的地方 这就是领导力所在 这是我们和大家聊的 诗篇的全部文章 那俘虏也是有诗篇的全文 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下一期 虚实篇再见